丧行病狂的保姆 用塑料带捂死了80岁大爷 然而他的暴行 却被对面的自闭症女孩看到了 在律师的辩护下 保姆被保释出狱 出来后他立刻找到了女孩 重获自由的保姆 死死抓住了女孩 他诡异的笑容 再次验证了女孩的证词 他在笑 但那是坏人的笑 面对保姆的威胁 女孩吓得浑身发抖 无辜的女孩 贪坐在雨水中不知所措 而此时的律师阿伟 却在华天九地 因为经由她的辩护 保姆成功地获得了保释 由于此次案件般的出色 背负高额债务的律师阿伟 获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并从外围律师 升级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在丰厚的利益面前 阿伟也暂时忘记了 对女孩的愧疚 香槟没酒在侧 他整个人飘飘然 知道老板告诉他 给他这份新工作的 和委托他给保姆 做无罪辩护的母后之人 正是死者大爷的儿子 阿伟整个人瞬间惊醒 看着老板猥琐的嘴脸 他忽然又想起了那天 保姆处于识诡异的模样 此时他猛然意识到 他从相信保姆 是无辜的开始就错了 实际上的无罪辩护 不过是一场 已经注定结局的暗装交易 其实女孩说的 才是这场凶杀案的事实 一边是升职加薪 以及无可限量的职业生涯 一边是职业道德 说出事情的真相 阿伟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纠结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万般愧疚的阿伟 还是支撑不住良心的谴责 他决定赔上整个职业生涯 也要将真相公之于众 但现如今保姆已经被无罪释放 只有在终审判决时 颓翻过往的结论 坏人才会被绳之以法 可前提是女孩还愿意 再次出庭作证 女孩弄骂她不要脸 她原以为阿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可结果却是她伤自己最深 但是等阿伟走后 女孩却主动提出要去作证 或许因为先天的缺陷 她永远当不了律师 但她却想用另一种方式 站在法庭上来维护正义 很快第三次庭审开始 可这次阿伟的老板 上来就质疑女孩 说她作为自闭症患者 不具备出庭作证的能力 这是阿伟出手了 她逃出了一条手帕 问女孩上面有多少人点 经审方检查 女孩回答正确 阿伟声称 女孩的思维能力超越常人 就连大人都比不过她 不明所以的老板 见阿伟突然发生了叛变 于是她赶忙提醒阿伟 注意自己的身份 身为辩方律师 却在给检方放水 但阿伟心意已定 她让一名法警站到门口 默念自己的个人信息 然后要女孩复述 就在大家还直着耳朵听的时候 女孩已经大声浪读出来 她朝强的听力 瞬间让在场的人为之幸福 而女孩接下来的证词 更是让保姆彻底慌了神 因为她居然清晰地听到了 保姆残杀大爷时 说的每一句话 保姆斯也没想到 女孩居然听得那么清楚 还能一字不拉地复述出来 事到如今 保姆再也绷不住了 在阿伟的半威胁 半利诱的逼迫下 保姆最终将杀害大爷的主谋 指向了大爷的儿子 原来大爷的儿子 因为赌债到期没有了办法 走投无路的她 这才买通了保姆 想要杀富片保 而保姆也是因为 患病儿子 急需高额的医疗费 这才听从了她的命令 警方听完立马抓人 坏人被绳之欲罚 阿伟终究守住了 自己的道德底线 听审结束后 阿伟接到了女孩的电话 自闭症病人不会说谎 阿伟突然眼角红了 或许这一切 才是最好的结局 阿伯特尔